好,我們一起祈禱吧! Matif,上來我們今天讚美你, 也都是保守我今天能夠可以在你面前去, 不單止去查你的話語,更加可以一間去敬拜你。 最後,我們也要感謝你,也要將新的一年賜給我們, 讓我們今年更加的可以蒙你給我們的福。 最後,在國學年裏也要將我們獻上感謝, 雖然在疫情裏面有很多事情都不方便, 但是你仍然是保守我們, 讓我們有身體健康, 每天能夠享受你給我們一起。 最後,在新一年裏,我們更加繼續仰望你, 從你裏面去得到的力量, 特別是我們每一天, 生活的時候,也會繼續有不同的挑戰, 不同的難處,或者讓我們傷心的事, 但是我們知道你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你是一個信實的神, 你是每天願意將你的恩典來賜給我們的神。 最後,祝福我們, 讓我們更加享受從你的兒子耶穌基督, 給我們的救恩所來的福分。 我們以下時間也要求你繼續, 讓我們同在,讓你的心靈去感動我們, 讓我們所思想的, 我們所聽到的, 都能夠幫助我們, 做就我們。 我們的祖國是奉耶穌基督名求。 都能確認你了的。 呼人真的很幸運。 entfer城中, 是每天創造造造造造型長遊園圈原盾, 哈哈哈, 看到我們快要動一個關係很快, 不能再進去,我是很順暢的,對嗎? 謝謝,我是有時弄到半年五小時就行了 今天我們開始我們的主學查經 我將一些經文已經快出去了 但是在今天我們思想的題目裡面的時候 會記載在《麻太福音》 但未去真正看的時候,有幾樣東西想到我們待會繼續思想 第一樣就是,今天我們講到試探 試探和試煉有什麼分別? 如果耶穌是神的時候,為什麼會被魔鬼受試探呢? 而魔鬼又如何去試探耶穌呢? 在試探裡面的時候,耶穌如何去聖過魔鬼的試探? 最重要的是,聽了,看完了 在這件事上,我們從耶穌身上,我們如何去學習到去看到魔鬼的試探? 最重要的是,最後一樣是,我們學到什麼東西,不是只聽到什麼東西 首先,我們還未開始去看我們聖經的時候,有些問題想問問你們 看看你們有沒有一些答案 我知道基督教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節旗 那你們可以說得出有多少種的節旗呢? 聖誕節 例如,我先說,聖誕節 聖誕節,聖誕節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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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節日是復活節,還有另一個節日 禦虎日,禦虎七年 禦虎日,禦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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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禦虎日,禦虎日,禦虎日 禦虎日,禦虎日 禦虎日,禦虎日 禦虎日,禦虎日,禦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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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禦虎日,禦虎日 禦虎日,禦虎日,禦虎日 四星期後就是聖誕節,也有顯現期,顯現期是什麼呢? 就是在聖誕節之後,多數在我們的新年之後, 是紀念到耶穌真是顯現,即是聖著的放生顯現給我們, 也都是紀念到一班的博士從東方來到去, 將這些禮物獻給耶穌, 所以是顯現期,有聖誕節,Holy Week 就是在這個復活節前一個禮拜,整個禮拜都是一個叫Holy Week聖誕, 就紀念到耶穌他未登十字架之前, 他是榮耀的,坐著爐仔,入到耶路撒冷, 而當時也有很多民眾在呼叫,在歡迎他, 總之一個禮拜之後,同樣那班人, 先是可以擁戴他的,但最後要釘在十字架, 聖誕,Holy Week 江令節,又可以說聖誕降臨日,又稱為五場節, 剛才也說了五場節, 聖誕降臨節,即是當耶穌升天之後, 一班門徒在耶路撒冷聚責, 聖誕降臨時,聖誕降臨在他們身上, 就開始講不同的語言, 希伯來人可以說希臘文, 他們不是餘生俱來, 或是沒有學過的語言, 可以跟當時的人傳說耶穌基督福音, 藉著聖誕降臨在他們身上, 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神職, 又稱為五旬節, 五旬節也是一個猶太人的日子, 亦是紀念到, 他們是每天去紀念到, 神如何將很多的封城, 是一個豐收的日子, 好像日常我們中國人, 中秋節那樣, 是一個豐收的日子, 所以聖誕降臨, 亦是五旬節的日子, 是一個豐收的紀念, 那預虎期, 預虎期就是在復活節前的四十日, 不算星期日在內, 如果算星期日, 即是大約四十四日, 所以通常都是在復活節, 再數回去之前四十日, 再加上星期日, 就變成了開始, 蒙灰日就是預虎期的第一日, 所以上星期三, 我們有一個預虎期, 蒙灰日的聖誕, 在蒙灰日裡, 特別是禁食, 討告, 禁食, 禁食, 討告, 去施念神的話語, 也在蒙灰日裡, 很多人, 特別是禁食, 有些人經常都不吃東西, 特別是在那天, 祈禁到耶穌, 祂將要為我們受難, 那麼蒙灰呢? 蒙灰呢? 蒙灰在聖誕裡面, 特別是蒙灰的時候, 就表現的是很懺悔, 他將灰放在頭上, 他覺得自己真的有很多罪孽, 在神面前很不配的, 所以將灰放在那裡, 所以在蒙灰日裡, 你有時看到有些人, 在額上有一些黑色的東西, 在那裡, 天子教是, 在茶灰上去, 所以這個意義就是, 我們對於我們的罪, 是很懺悔的, 我要求神去赦免我們, 所以在蒙灰日那天開始, 不是說之前就不是這樣, 特別在蒙灰日那天, 我就在安靜在神面前去認罪, 蒙灰的, 我們思想到耶穌他的仇苦, 他釘死, 為我們復活, 其實在蒙灰日和御虎期裡面的時候, 亦去思想到耶穌曾經, 曾經在一個曠野裡面, 四十天的被魔鬼的試探, 所以很多不同的節期, 很多的日子, 都是跟我們的基督教裡面有關, 而特別是思想到, 在神裡面, 為我們做不同的事, 聖經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四十, 如果你去查聖經裡面, 去找, 找有多少, 曾經說過四十的, 無論是四十日, 四十年, 那些, 你都可以去找, 一共記載了, 你們想想猜猜, 記載了幾次, 四十的, 有嗎? 有嗎? 想試試嗎? 聖經裡面記載了, 一共有159次, 四十, 有四十, 在聖經裡面, 是有些不同的, 很特別的意思, 有經常說, 七, 在聖經裡面, 也說過七, 或者十, 這些數字, 是說得很完全的, 所以說, 上帝是用了六天, 去做這個世界, 而七天, 就有四天, 變成一個很完整的數字, 十個界明, 也有很完整的神, 給我們界明, 去做成一個, 給我們去, 不是說是跟隨, 而是給我們去照出來, 讓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罪, 而四十呢, 而四十呢, 提醒我們, 我們要試念, 受苦, 四十, 也都是, 因為我們, 更加的, 更加的, 感覺性, 或者有些的例子, 聖經裡面, 四十的例子, 記不記得, 當上帝, 是將那些洪水, 去淹沒這個世界的時候, 一共淹沒了多少日? 四十日? 以色列人在抗野裡面, 有多少? 四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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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你記不記得摩西呢? 摩西, 你知道摩西是誰嗎? 摩西, 曾經是將自己的子民, 在埃及裡面, 去帶出來, 而在他還沒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其實摩西也是用了四十年, 在抗野裡面的, 在抗野裡面, 因為他當時, 他殺了一個埃及人, 所以他害怕的時候, 他就離開埃及, 雖然他是一個王子, 但只不過, 他也是一個埃及王子, 因為他本身是猶太人, 不是埃及人, 所以他害怕, 因為他知道他是人, 埃及人的時候, 就會去殺他, 所以他就離開了埃及, 去到抗野的地方, 死他, 這四十年, 上帝都是去鍛煉他, 去試煉他, 也都讓他受苦, 令到他在整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更加親近神, 更加去認識神, 那四十年之後, 他就回到埃及, 而去將他的子民, 從埃及地, 走出, 領出來, 之後就四十年, 在這個抗野裡面, 這班的猶太人, 也都在這個抗野裡面, 四十年, 不斷的打轉, 一來是因為他們的教神, 他們埋怨, 他們不去, 不去, 真是去愛, 因為拯救他們, 讓他們在當中裡面, 去受苦, 受試煉, 其實最重要的是, 讓他們反省, 讓他們能夠, 有一個奧悔的時候, 再全身的, 回到神的身邊裡面, 所以聖經裡面, 是講到四十的時候, 有這樣的意思, 就會帶到來, 今天我們的經文, 今天我們是講到, 耶穌在抗野裡面, 被魔鬼試探, 一共有四十天, 話說, 耶穌來到這個約旦河, 去受施洗約翰的洗, 這段是在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尾, 當時施洗約翰, 他在這裡跟很多人去洗禮, 耶穌經過的時候, 耶穌走到施洗約翰面前, 你也要幫我洗禮, 但是施洗約翰說, 不行, 我可以幫你洗禮, 你是上帝兒子來的, 我就算幫你拿鞋子, 都沒有這樣的資格, 都不配, 但是耶穌他說, 你要幫我洗, 因為我要你洗的時候, 我就可以盡諸般的義, 耶穌他本身是上帝, 他本身是神, 但是為什麼要受洗呢? 一來他剛才說, 他要公開的去承認到洗禮的功效, 雖然他沒有罪, 但是仍然他要做一個榜樣, 既然我是上帝的兒子, 我都受洗的時候, 證明這個洗禮, 是真的對我們的罪是有效的, 是真真正正可以把我們的罪洗去的, 他說要盡諸般的義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我使命, 為了這個世界其中之一, 我要與這些罪人有一個認同, 我的使命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過程, 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們有罪, 然後跟著我們來到神面前去認罪, 然後藉著洗禮, 就一次很清楚的, 是上帝將我們的罪洗去, 而我們公開的去承認說, 我們已經是接受了耶穌基督, 是我們的救主, 耶穌說我要去這樣做, 我一定要這樣做的, 因為我要成為一個榜樣, 當施世日漢幫耶穌洗禮之後, 天上突然有聲音出來, 他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有聖靈的甲子來到耶穌身上, 洗禮之後, 隨著, 他就有聲靈, 帶到他去抗議裡面, 去魔鬼試探, 他在抗議裡面, 他禁食了四十週夜, 他就餓了, 這個很正常, 四十週夜, 不吃東西, 你也顏不住他, 一個人呢, 如果不吃東西, 只是喝水, 其實都可以熬得很久的, 始終, 你也有那種飢餓的感覺, 耶穌他雖然是神, 但我要知道, 他同樣的是百分之百的人, 所以他是會經歷到人, 身體上需要那種的感受, 所以他肚餓的, 那這個試探的人呢, 就是魔鬼呢, 就在他面前說, 對我說, 你如果是神的兒子, 可以吩咐這些石頭, 變成食物, 魔鬼呢, 用這個招, 其實都挺絕的, 因為人餓的時候呢, 就會忍不住, 要找東西吃, 而耶穌是神, 當然呢, 他可以將石頭, 隨時變成這些食物, 就算是做一塊牛扒, 做一個牛扒, 那他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 當魔鬼一開始說, 你約事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有少少對耶穌一種的挑釁, 他挑釁耶穌說, 你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真是神的兒子的時候呢, 那你就做咯, 有時候那些人呢, 去挑釁我們呢, 亦都一樣, 有時候, 哇, 你煮得這麼聰明, 不如你煮些東西給我吃一下吧, 他要試一下你, 或者你這麼好打, 你不如跟我打一下吧, 所以魔鬼呢, 他很喜歡隨著人的肉體上的需求, 他就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試探他, 所以他在挑釁耶穌, 他質問耶穌, 如果你真的上去兒子的時候呢, 你做吧, 但耶穌馬上跟他說, 經上記著說, 人呢, 活著呢, 不只是靠食物的, 那是靠上帝口裏面所出的一切話, 他說我們不只是吃就這麼簡單, 不只是滿足我們的肉體的需要這麼簡單, 我們要滿足我們的靈裏面, 我們心靈裏面那種需要, 心靈那個飢渴呢, 不是吃東西, 不是吃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可以滿足我們的, 我們是要讓上帝的話語去滿足我們,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魔鬼呀, 這樣回答我, 那就沒辦法了, 馬上又帶進去聖城裏面, 但我不知道怎麼帶, 是否真的藤雲駕墓進去, 或者有一個異象, 帶著他進去聖殿的頂上, 對他說, 如果你真是神的兒子, 留意到, 是一樣的, 如果你真是神的兒子, 又挑釁他, 你跳下去, 為什麼呢? 經上記著說, 魔鬼又用聖經了, 你剛才跟我說聖經, 我現在又跟你說聖經, 他說, 主要為你吩咐的時候, 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呢, 碰到石頭上面, 哇, 魔鬼真是厲害, 他又熟識聖經, 叫耶穌跳下去的時候, 其實一來, 他再一次去挑釁耶穌, 如果真是上帝的兒子, 你一定有能力的, 如果你不跳的時候, 即是你沒有能力, 你就沒有, 你就不是神的兒子, 但是同樣的魔鬼, 他其實知道耶穌是誰來的, 他想耶穌在一個時候, 他就是真的跳下去, 他彰顯的能力, 但是耶穌跟他說, 經上又記著說, 你看看, 魔鬼用聖經的話語, 耶穌又用聖經的話語, 去駁回他, 你不可以試探主你的上帝, 這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因為魔鬼, 是想耶穌去濫用他的權能, 濫用他的神能, 但是耶穌說, 這個不是那個時候, 我不會把我的能力這樣去洗出來, 我不會因為這樣的緣故, 去把我炫耀出來, 然後, 魔鬼, 又沒有辦法了, 又第三次了, 魔鬼又帶他上一個很高很高的山, 把世界上一切萬國, 萬國永華, 都指給他看, 不知道他帶他去哪個山道裡面, 喜馬拉雅山, 全世界上最高山, 將整個的世界, 所有的東西都給耶穌說, 如果你拜一拜我, 我就會將這些全部賜給你了, 很簡單的, 拜一拜, 有什麼緊要呢? 你拜一拜, 我就會將全部賜給你了, 這一次呢, 魔鬼是用利誘, 去引誘耶穌, 他想到說, 既然耶穌你是要來拯救世人的, 那魔鬼說, 不如我給你一個順水人情吧, 我送給你, 要不要那麼辛苦, 要去十字架, 要釘十字架, 要死, 不需要而已, 你只是拜一拜, 拜一拜和他死, 分得很遠的分別, 但是, 在這一個, 他說將衣給你的時候, 賜給你的時候, 那一段影片就是說, 你要去拜, 耶穌, 你是神嗎? 不要緊, 你拜我吧, 我是魔鬼, 我可以將衣給你的, 你就可以得到, 魔鬼, 我們知道, 也有權的, 也有很多東西給我們的, 這個不足夠的, 我們之前也說過, 魔鬼也有一些能力在那裡, 但是, 始終他是在上帝的之下, 所以在這裏看到, 魔鬼是一路一路的去引誘耶穌, 讓耶穌, 看看可不可以真的說, 哎, 那麼辛苦, 不要啦, 不如我拜一拜你吧, 但是耶穌不是喔, 耶穌說, 撒旦, 撒旦的名字, 也都是說魔鬼, 跟魔鬼一樣, 去去吧, 你走啦, Get lost, Get out, 因為經常繼續說, 聖經說, 當拜主你的神, 但要是他, 耶穌說得非常清晰, 無論有什麼的榮華富貴, 但是當我們離開了上帝, 去拜別別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做, 我們應該叫那些人離開我們, 因為我們要清楚知道, 當我們單單要敬拜這位上帝, 獨一的上帝, 一個永活的上帝, 一個愛我們的上帝, 我們拜祂, 並且要侍奉祂, 並且要侍奉祂, 不可以侍奉其他東西, 在這裏, 魔鬼就沒有福了, 離開了耶穌, 天使就來侍奉祂, 在這裏, 我們看到, 魔鬼是用了幾個不同的方法, 去試探, 你的問題就是, 試探和試煉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試探和試煉有時候很相似的, 差不多是一試探和一念之差, 當我們落在一些試探和試煉有時候, 可能我們會想, 一個是試探和試煉, 是魔鬼去給我們, 上帝給我們, 但有一點清楚, 試探是出於魔鬼的, 試探是要我們去懷疑上帝, 他要我們離開上帝, 記不記得魔鬼去引誘阿當夏娃娃? 他跟阿當夏娃娃說, 上帝豈有, 是否真的這樣說呢? 他將一些懷疑灌輸在阿當夏娃娃的心裏面, 同樣很多時候, 我們在一些試煉或試探裏面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不分清楚, 但是我們在想, 是否叫我們去懷疑上帝呢? 是否叫我們去離開上帝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是一個試探, 但試煉是出於上帝, 試煉是要叫我們更加的鍛鍊對神的信心, 好像一個運動員一樣, 他一定要去鍛鍊, 一定要做很多的跑步, 舉重,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去鍛鍊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的身體更加的強壯, 所以當你說, 我去跑步的時候, 你說我是一個鍛鍊, 你就不會說是一個試探, 我要試一下, 我的身體能夠可以進步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個不是試探, 同樣, 在試煉, 我們可否真的更加的親近神呢? 但有時真的在一個一線之差的時候, 我們覺得在試煉裡面, 會或者離開上帝, 魔鬼就會藉著這個機會, 讓我們更加的離開神, 但是聖經也很清楚說, 他也不是探人, 但各人被視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的, 私欲既懷女胎, 就生出罪來, 罪技掌成, 就生出死來。 上帝是不會視探人, 而我們的視探, 很多時候是被我們自己的私欲牽引誘惑, 剛才我們看到, 耶穌在抗疫裡面, 被魔鬼引誘, 當他肚餓的時候, 他可以有私欲, 他說, 我只不過想飽, 想吃東西, 我可以變一變石頭, 變成麵包就可以了, 這個, 如果他真的這樣的時候, 他真的被自己的私欲引誘了, 但是耶穌當時沒有這樣做, 耶穌說,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說話, 所以他在意念裡面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是視探, 但是同樣的, 他是要視探, 他要鍛煉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在視探裡面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們可能因為私欲的時候, 可能我們真的犯了罪, 因為這個私欲計劃是一胎的時候, 就生出了罪來, 而我們知道罪的功架就是死, 所以罪技掌成, 就生出死來, 所以試煉, 試探那種的分別, 有時候或者我們分不清楚, 但是同樣的, 在無論什麼的環境裡面, 當我們覺得自己是好像一個的試煉, 試探的時候, 我們始終都是說, 我們要依靠神, 怎樣幫我們去度過, 耶穌是神, 為什麼祂要被試探呢? 有一個我們很清楚知道, 就是說, 聖經講到, 聖靈是帶耶穌去曠野, 即是說, 祂是忍著, 帶著耶穌進去曠野裡面, 去接受魔鬼的試探, 換句話來說, 是上帝是容許這一樣的事情發生的, 有時候我們的試探來到我裡面的時候, 或者試煉來到我當中裡面的時候, 我們有些困難, 或者我們有病, 或者我們失業, 或者我們傷心, 那時候, 是上帝是容許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的, 很容易就會埋怨,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會有病, 為什麼會失業, 但是同樣的, 我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上帝是讓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是有他自己的意思在我身上, 另外也看到, 就算是在試探裡面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害怕, 因為看到耶穌當時, 魔鬼是試探耶穌三次, 我相信在這四十天裡, 我相信在這四十天裡, 魔鬼不只試探耶穌, 只有三次這麼簡單, 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試探, 但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魔鬼說, 我要用盡, 出盡我的法寶, 看看如何能夠讓耶穌受到的試探, 但耶穌在最後關頭裡面的時候, 仍然是用神的話語去幫助他, 亦是抵抗魔鬼給他的試探, 所以, 無論有什麼不如意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這個是上帝去容許我們的, 而上帝在背後裡面, 他仍然是掌管著, 耶穌是真神, 但他亦都是真人, 所以他是100%是神, 100%是人, 他好像我們一樣, 他有感情, 有情欲的, 也有軟弱的時候, 也有飢餓的時候, 當耶穌未上十字架之前, 他去祈禱, 他去到一個叫做, 赫西馬利園的地方去祈禱, 他說, 神啊, 如果可以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苦杯, 這個苦杯就說, 我要上十字架, 盯死, 一個苦的差事,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走? 因為耶穌也知道, 上十字架是非常困難, 非常痛苦, 他都想離開, 不想去經過, 但同樣的, 這個是你的旨意, 我就會順從, 所以耶穌他是,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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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 他是有血有肉的, 他是跟我們一樣, 有感情的, 但是, 我們看到他, 因為, 就算在這個環境裡面的時候, 他都願意去信從上帝的旨意, 耶穌也要證明, 他自己的聖結, 他的神聖, 他有權力去聖過魔鬼, 所以剛才看到那個字探, 他可以叫魔鬼說, 推虛吧, 你走了, 如果叫他走的時候, 即是說那個人是有權力的, 可以命令你走的, 所以, 耶穌要證明, 他是不會犯罪的, 因為他是神, 他有一個神的聖情, 他都有權力去聖過魔鬼, 他要成為我們去面對, 試探那時的榜樣, 還有就是耶穌, 他會體諒到我們, 當我們在一個試探裡面, 或者試煉裡面的時候, 所遭受的心情的時候, 他是會體會的, 因為聖經裡面也說到, 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他自己曾經被試探, 被受過苦, 所以他就能搭救那些被試探的人, 所以耶穌他是體諒我們, 他是明白我們所經過的, 有些人說, 神知道嗎? 神知道的, 因為不單止他容許, 他也是陪著我們去經過, 魔鬼試探人的方式, 是層出不窮, 在肉體上, 趁著你軟弱的時候, 他就會攻擊你, 即是趁你生病, 為什麼呢? 你肚餓嗎? 我就在肚餓中, 去摘下你, 你失戀嗎? 我就在情感上去引誘你了, 所以在我們的軟弱的時候, 魔鬼就會來到我裡面, 跟我們小聲說, 不如你這樣吧, 你試一下吧, 你肚餓嗎? 跟耶穌說, 你變成石頭做餅吧, 你或者跟我們說, 你失戀嗎? 你不如去上網那條 might dating吧, 你出去找些女生吧, 有時候, 我們在一個弱勢的情況之下, 我們很容易就會跌倒, 魔鬼很聰明, 趁著你病, 就拿你命, 耶穌經過四十天的禁食, 那時候他真的需要吃東西, 魔鬼就來到他面前, 魔鬼要我們看見肉體的需要, 吃不吃呢? 不吃你就餓了, 你情感上有失敗嗎? 那你去找感情吧, 去看見肉體的需要, 他也會去挑戰權力, 他挑戰耶穌說, 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你有本事而已, 你有權力而已, 那你就去做吧, 有時候我們都是, 我們會覺得自己都不錯, 我又會做這件事, 我又會做這件事, 我又會讀很多書, 我又會讀很多書, 因為我這份工作裡面, 也都是很大權力的, 我做老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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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supervisor的, 我有權力的, 你有權力的時候, 不如你試試做這些事情吧, 他是要我們去濫用我們的權力, 但是在這個叫我們濫用權力裡面的時候, 使用權力的時候, 他也有一個的條件, 你如果去拜我的時候, 我就會將這些給你的, 去灌輸一些疑惑給我們, 你如果是, 你弱視一下, 如果你是這樣試試, 我覺得是如果, 當你經常說如果的時候, 一對一件事不是很肯定的, 如果, 魔鬼也是要我們去靠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知識, 靠自己的財力, 去做很多事情, 而不去靠上帝, 我聽到魔鬼也是很懂得用聖經的, 所以, 在斯坦路面的時候, 他曾經都兩次的, 他用了聖經去跟耶穌說, 耶穌, 你既然用聖經去駁我, 那我也用了一些聖經去駁你, 不過, 魔鬼用聖經的方法, 他就不是上文下理去跟你說, 他是斷章主義的, 去跟你說, 所以, 我們要小心, 魔鬼, 他是懂聖經的, 不過, 他不會完全的去, 將聖經去跟你說, 而我們, 是否認識聖經呢? 我們知不知道魔鬼所用的聖經, 他的用意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要去認識聖經, 魔鬼也是用一個走捷徑的方法, 叫我們能夠可以在試探之下屈服的, 魔鬼叫耶穌說, 你拜一拜我的時候, 我就會將全世界給你了, 不用那麼辛苦了, 你就可以救你的子民了, 這是捷徑來的, 只要拜一拜,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不可以走捷徑, 因為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 祂的使命, 祂是要上十字架, 為我們的魚而死, 也都是要, 因為祂死的緣故, 讓我們的罪得著射免, 因為祂就是我們的贖罪, 在這個魚虎期裡面的時候, 我特別記念耶穌祂上十字架, 我們記念耶穌祂來, 祂是要為我們每一個人受死, 祂要忍受到在十字架上面那種欲痛, 祂要經歷過死亡, 而因為祂在十字架上面為我所付出的, 上帝受到在十字架上面為每一個人的罪, 所以耶穌祂要將自己作為一個贖罪的羔羊的時候, 這個是不能走捷徑的, 耶穌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知不知道我們的使命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不過有些什麼的捷徑, 有些什麼的洞洞就會去拿, 甚至說, 我們也有我們的使命在那裡, 我們看到耶穌祂對魔鬼的引誘, 我們看到祂是禁食, 在這個曠野, 祂禁食去禁食地去禁告, 祂親近神, 祂要與祂的天父是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用適當的經文, 祂很熟悉神的話語, 首先是神, 但亦都是在他一生裏的時候,其實當他在十二歲裏面,他就能夠和一班的文士,一班的祭司,會堂裏面的人去講解聖經 所以耶穌是很熟悉聖經裏面的說話 他不會只是把那個助力放在試探上,他是仰望上帝的,他不會因為在試探裏面的時刻就說,為什麼我要受這些試探 但是仰望上帝說,上帝你是怎樣去幫助我,你在試探或試煉裏面的時候,你要我學到什麼,你要我鍛鍊什麼 而看到耶穌是沒有妥協的,他就說,魔鬼也好,不如我拜拜你,我就不需要去上十字甲,這麼辛苦 好了,依靠聖靈,耶穌他入聖經裏面的時候,其實剛才說的是聖靈去引力,所以他是會依靠聖靈從當中得到力量 也都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耶穌知道他來到這個世界,他的身份是什麼 他不單止是聖靈人,但同樣他是真神 他也知道他的使命是要上十字甲,為我們受死 而不會因為這樣的緣故,而在魔鬼的事態裡面去妥協 其實我們都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麼 我們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兒女 我們的身份就是一個跟隨耶穌的人 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將上帝的這麼好的福音,這麼好的信息和別人去分享 我們可不可以像耶穌一樣,真的這麼清楚自己的身份呢? 我們聽了這麼多時候,我們學到什麼呢? 我們首先就說,不要將自己放在一個試探的環境裡面 什麼意思呢?如果你是很喜歡賭錢的時候 你不要經常去Reno,去Las Vegas,去徘徊 去徘徊,現在去不到那裡,或者去近一些 什麼... Dunder Valley Dunder Valley 或者阿里春那些,走到那裡 如果你真的好賭的時候,你就不要將自己放在環境裡面 受到它引誘你,是嗎? 那你喜歡吃東西的時候,你就不要經常去吃自助餐 那你太失去了 幸好現在自助餐就不開了 那你太失去了 那你太失去了,你就不要走在一些色情的網頁裡面 那些書籍裡面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遠入在哪裡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將自己放在那個環境裡 那曾經有一個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就是一個馬丁路德就是馬丁路德 就是我們的路德會聖誼堂 那馬丁路德也是一個宗教的改革家 他說,你不可以阻止小鳥在你的頭上飛 你阻止不了它 但有什麼你可以做的呢? 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頭上捉巢 OK,你趕不了它 但如果你讓它在你的頭上捉巢 那個問題是你自己身上 所以我們要學習耶穌 我們跟神親近 怎樣親近呢? 我們討告 我們讀聖經 我們也可以禁食 禁食其實也很好 因為禁食的時候 你可以沒有那麼多雜念 你可以專心的去仰望上帝 耶穌四十天禁食 今天我相信上帝也不會要求我們四十天禁食 或者你可以試試半天禁食 不吃下午 或者不吃晚餐 或者找一天去試試禁食 有時候禁食也好 因為如果我們肥滿的時候 間中有時候禁食一下 都可以幫助我們減肥 但最主要就是在禁食裡面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思想到神子 是跟神親近 我們要學習耶穌 我們要學習耶穌 耶穌是怎樣跟神親近 我們也要怎樣跟神親近 我們要熟讀聖經 我們知道教會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每日讀經計劃 好像今次我們在受苦期裡面 也有四十天的讀經計劃 我們每日用大約十五分鐘 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可以看看聖經 而去思想到神的話語 我們去熟讀聖經的時候 我就能夠可以 好像耶穌一樣 去將聖經的話語和魔鬼去對抗 在詩篇裡面也說到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我們有否真的將上帝的話語去熟讀 而記載在心裡 或是不知道聖經說哪一句在哪一道 其實現在你想找聖經都很容易 很多電子聖經 有時找不到 或者忘記哪一道在哪 很快 如果你掀聖經 除非你掀慣 不然也有時很難找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渠道 幫助我們熟讀聖經 我們要敬拜這個真神 我要單單去敬拜祂 這個世界上實際有很多不同的神 但是只有一個真神 真神就是這個自有永有 創造我們 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其他一切只不過是人手所做出來 是人所想出來的神 我這位神 祂是和我們有溝通的 祂是啟示我們的 祂是來親近我們的 世界上實際有很多不同的神 祂不是去找我們 而我們去找祂 自己去找那些神出來去拜 只有為真神 單要侍奉祂 神也是應許我們 祂是你們所遇見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 還要給你們開一條出爐 叫你們能夠忍住 忍受得住 神說 我們所遇見的試探 是我們可以忍受得住的 雖然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上帝說 不用怕 因為我給你的 是你可以受得住的 你受到多少就給你多少 你不受到的時候 我就不會給你那麼多 因為祂是信實的 祂是可以信靠的 祂是因此 祂叫我們受試探的時候能夠受的 也都是在試探的時候 祂會開一條路給我們 祂不會困住我們這裡的 祂會開一條路給我們 這條出爐來的 叫我們能夠走出來的 所以在試探的時候 我們要去真的依靠神 好像耶穌一樣 我們依靠上帝 我們親近上帝 我們討過 我們有讀經 我們熟讀 整個聖經裡面的話語 所以拍馬外都能夠 可以從這個經文去美的時候 去學習到 當有患難 或者試探 試煉在當中裡面的時候 我們懂得怎樣去面對 你們會學到什麼呢? 今天 聽聽你們 我想分享一下 有沒有時間 給我分享長一點 今天 我們這段經文 其實是很經典的一段經文 我經常說它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 防止罪案的一個完美示範 耶穌充分演繹了怎樣去對付一個騙徒 為什麼呢? 我會將這個魔鬼 耶穌其實也明白 但耶穌其實知道 為什麼有人會派一個騙子來試探我 他還要三番兩次這樣誘惑 騙我 第一次說把石頭變食物 容許我以下下來的演繹比較現實一點 比較貼一點 現實一點 如果你覺得出不了街 你可以剪掉它 第一段就是這樣 第一段就是石頭變食物 耶穌說 耶穌有我們廣東 真的 我想耶穌有我們廣東人那種精明眼 和精明的頭顱 他說 你可不可以剪石頭變食物 因為他也餓到 因為他知道耶穌餓了 餓到已經很溫溫了 但是耶穌也很精明 你知道石頭不是食物 你當我傻 石頭變食物 你都當我傻 第二次 他說 第二次 要我跳下去 你也愚蠢 要我跳下去 你真是想去 你愚蠢 你愚蠢 第三次 第三次 更離譜 第三次 最離譜 他說 你貴 你拜我 就給你一個土 你這個地方 我說你很愚蠢 這個地方 是上帝創造出來的 Simon 它已經給了我和萬民 用 asking你 poker 我幾乎 不允許我這個演繹比較現實一點 其實耶穌就是想訓練我們有精靈的頭腦和眼睛 還要精靈疑 聽聽他講什麼廢話 這就是今天我們學到如何對於信仰的訓練 其實就是我們一個信仰的訓練 就是如何訓練我們平時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有很多誘惑 我們剛才說的 不要自己製造一個試探環境 我上次去Reno 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上次去Reno玩 我三天以來 每天經過賭場我都沒有賭過 沒有賭過 不好意思我那天吃了自助餐 但是我都沒有受到誘惑 我每天經過都打算玩不玩好呢? 玩不玩好呢? 然後到最後都沒有玩過 然後我就回來了 我也覺得自己很厲害 三天我都可以任由 其實我本來就不是很好賭的人 其實我不是很好賭 其實我打算去別人的地方旅行一下 玩一下 結果我三天都沒有玩過 我說我挺厲害的 不好意思賺自己一點點自賣自賣 所以其實也是 對於我們怎樣去一個信仰訓練 平時怎樣去看聖經 怎樣去多讀聖經 去了解聖經的內容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訓練 去令我們可以阻止這些罪案的發生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個人少少分享 實在太精彩了 我有一點點意見 不好意思 我有一點點意見 Tommy 你剛才說的 我有一樣不太贊成的 就是那個石頭變食物 耶穌可不可以呢? 耶穌是可以的 可以的 不過祂不做而已 你記不記得祂把水變成酒 我知了 是的 如果祂可以把水變成酒 那次是祂為了什麼? 不是 我這裡是講過能力的問題 如果祂可以把水變成酒 祂自然也可以把石頭變成物 這個是我想說的 但是祂沒有做 因為祂知道魔鬼在試探著祂 就是不想做 純粹 其實他不是沒有能力的 剛才Jason說的 他不是沒有能力的 他是有的 不過他不做 我明知道認識了我才不做 就是因為我不想被他騙到 嗯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魔鬼是不會理會你是哪一個 都會來試探你的 耶穌更加是他的目標 因為如果耶穌受了試探上了檔的話 那這個救恩就不會成全的了 那上帝就要用另一個方法 剛剛另外一個的目的就是 剛剛Tom也說過 耶穌也是要設一個例子給我們 如果祂可以抵抗到試探的話 祂可以幫助我們抵抗到試探 嗯 是,好 謝謝 謝謝Tommy 其實那個演繹都很精彩 不過我相信我們知道耶穌是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在那個前面之下 他不會用那種能力 因為他不會去給他 他不會跟魔鬼有一個妥協 所以他不會這樣做 謝謝老師 如果我覺得不太恰當的話 可以剪掉他 所以我才說不太恰當 可以 一支互相的討論一下 愛姐 是 我想問呢 我經常都去Winno 尤其是天冷 我經常都去看雪 但是小孩子是滑雪 但是呢 跟其他朋友呢 他們會去賭場 我又會跟上去的 但是我就不賭的 也可以啦 去那裡呢 進去沒有問題的 我也會去 自助餐 自助餐 但我就不會坐在那些拉路 什麼機器那些 就不會坐在那裡玩 我就會去看一看 我看他們玩 好勝 是啊 那些的表情啊 那些這樣 所以 進去呢 沒問題的 嗯 但是坐在那裡玩 就不會了 多事了 嗯 我就看他們玩 我看他們逐個逐個輸了贏了 有多開心 有多虛榮 有多虛榮 就是你 總點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賭場 不要去賭場 去賭場的時候 你就忍不住那個引誘 忍不住那個引誘 所以 將自己抽離出來 就放在那個引誘裡面 所以進去 我都不賭 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那我也可以進去逛一下 減肥就不可以吃自助餐 你剛才減肥的時候 但你又喜歡吃東西 那你不要去吃自助餐 不要吃自助餐 去吃蟹 自助餐有很多蟹吃的 吃到夠就可以了 我只是吃蟹而已 總括來說 總括來說 如果有一件事 是會特別引誘到你去犯罪的 你最好就要遠離這件事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買東西買到瘋狂 買到 正所謂的 很慘 真的很慘 但買回來的東西 它全部是沒有用的 它只是喜歡買的 是 以前我有個朋友 他有個親戚也是這樣的 可能是患了一種心理病 經常在那裡買東西 後來不知如何過世之後 他就要清理他的東西 他發覺整個屋 都沒有用過 買回來 甚至有些 還沒有拆開過盒子的東西 所以有很多東西 全部要 換得回錢的就拿去換 換不回那些全部要扔 很慘 我幾乎有這些人 是的 所以 如果買東西是你的一個引誘 你要很小心 或者真的要剪掉你的卡 不要再用 不過現在剪掉卡 沒有用的 因為電腦上已經有你的記錄 你按一下就可以買東西 所以要很小心這些東西 所以要學習斷寫離 所以要學習斷寫離 那時間關係呢 或者 Mary 有沒有一些最後補充 然後 沒有已經很好 那或者我們都可以結束 結束祈禱 好 我們低頭祈禱 好 我們低頭祈禱 師父上帝我們多謝你 主耶穌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的緣故 你願意成為人 為我們的罪而死 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不是要得回世界 你的目的也不是要 彰顯你的神聖的大立 你的目的就是要 為我們的罪去代替我們人類 因為罪的功架乃是死 你就要為我們付出這個受死的刑罰 你的使命 你來的目的就是要受苦 釘身在十字架上 聖過罪惡 聖過死亡 聖過墳墓 聖過地獄 你第三天從死女奉活 告訴我們 我們的罪得著射臉 主耶求你幫助我們 知道你為我們所付出這個代價 讓我們對罪有敏感 魔鬼來引誘我們的目的 只是要我們犯罪 因為罪就帶來痛苦 罪就帶來審判 主耶求你是不願意我們在罪中之樂 而最終的是在罪的纏繞當中去受苦 你要我們得釋放 我們能夠自由地去享受 你給我們的封城的生命 主耶穌你為我們反之留下榜樣 以致我們有軟弱的時候 你叫我們可以坦然無懼 來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幫助我們 加我們力量去抗拒罪惡 求天父與我們同在 預備我們的心 一間的敬拜你 以心靈和誠實的敬拜你 多謝你寫免我們過凡 多謝你施恩給我們 多謝你的祝福 我們這樣的祈禱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門 謝謝你 母親采佑 深思苦 好 祝你們一會兒去送禮 OK 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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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